剛剛合作完一套過億的電影 又有機會合作了 說的是劉俊謙和五穩龍兩位 兩位好 Hello 在這套無態度裡面 其實是否你們第二次合作 還是有幾次的呢 第二次 城寨那時已經感覺到 是可以聊的朋友 是 所以這次都很順利成章 我覺得我們相處都很開心 我記得拜神第一天 第一個跟我聊天是阿謙 然後我覺得他又來了 我是阿謙 聽說你是基督徒 我說是是是 那我們拜神如何 我站在一旁 那時覺得很溫暖 覺得接下來幾個月 跟這位朋友合作 應該會很愉快 這套戲其實是高手雲集 Philip也是一個武林高手 阿謙會否有點壓力 壓力 我自己很少會這樣看 我會反過來的角度 就是我一個新的嘗試 就不會帶著一種 我一定是做得不好的 那就嘗試做得好 那是否所有大部份的動作 都是自己親身上陣的 我想我超過九成都是 就是樓梯那一刻 最厲害的那一刻 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 那是看到的 全部拍攝的時候 因為導演 Dee哥很多在場 其實他們都知道我的份人 我不是很喜歡用體身的 那如果既然不用體身 當然是拍攝我的樣子 讓人知道 是我做的 是… 那他們幫了我很多 相反 我很喜歡用體身的 不過分分鐘 不知道為什麼這部電影 都不讓我用體身的 這部電影的打鬥的場面 是不是說這麼多的 聞氣為主 不過打的那些場面 因為我們這次的動作導演 是江道海師傅 他就很清楚很清晰拍攝 所以拍的場面就安全 還有很到 有一句句白 我就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說做臨機也有樣子看 做龍虎舞師或者替身的話 得手手腳腳 其實這部電影大部份 都真是他們是一個舞梯 有沒有跟他們研究一下 為什麼有多熱愛這份工作 才可以做這份工作 我二十年前開始 我就入行時做舞師 我認識很多前輩 我也有問這個問題 他們說 其實因為我們自己知道自己做 很多時候都會買票進戲院 一買幾次票 每次很留意自己的動作 可能跳下來比較遮撞 很複雜的動作 他們會有滿足感 我有句話我經常說 Pain is temporary Film is forever 例如我斷了手 我斷了勒關 我什麼都 很多手傷都嘗試過 不過會好起來 不過拍出來的東西是永遠的 所以拍的時候就會拼命 因為你知道拍出來是永遠的 還有你會盡力做得最好 八十年代的時候 是一年拍幾百部電影 是 基本上你是不會停手的 其實是一個好像不斷去創新 我們去開發 我們自己想開發的故事 我們的語言 而到今時今日就是 基本上你只是靠做武行 是不可以維生的 一定要有兼職的 所以其實不是在說 言不言愛的這件事 也是這個故事想反映的東西 其實是很複雜的 有時候人生有很多東西要取捨的 另外一個驚喜這套戲 是可以跟董偉合作 兩位對於前輩合作的過程 感覺如何呢 我是很愉快的 是的 Dee哥因為第一次跟他合作 他都出名是嚴格 要求高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會覺得 他的嚴格和要求高是很合理的 因為他想出來的成品好 想理好 所以他才嚴格 跟Dee哥相處 是有少少 跟戲裏面的角色都相似 就是像是一個 他有些東西想承傳給我 無論是現實在戲裏面 都有很強的這種感覺 董師傅我認識他差不多20年了 很早期都是幫他忙 他是一個很疼後輩 和很餵後輩 一個很有義氣的一個人 有一次我在拍戲 在一個情況裏面 有少少被人欺負 是新人 我記得他進來就很強調地 去幫我出戲 我那一刻就知道 這位師傅不看你是高還是低 總之他覺得路見不平 他就出聲 這部戲除了有很多 拳打腳踢的場面之外 都很講感情這件事 阿謙有說過 平時我很少出手 我一出手就變之有沒有 你是不是在說你自己的真人 不是 我的真人不是這樣的 我一不出都沒有 我一不出都沒有 是啊 中文不太好 你說什麼 哈哈 一出手就一定認識到女生 是啊 一定是 哈哈 哦 她說你是 她是英俊 你也只是兩嘴角 真的 你做過最浪漫的一件事是甚麼 自己做過一些相簿 很多時候拍過很多相片 是 那家人就覺得 不如送一份禮物 就是有很多不同階段的相片 嗯 自己印刷了出來 做了一個相簿 那對方滿意嗎 你覺得她的樣子 滿意 滿意 哈哈 好了 到你了 最重要是細心 我覺得你細心 有時她不用說的話 你都會留意到的 那你如何用這件事 令她有驚喜 今天多謝兩位接受我的訪問 好 到時見 好啊 到時見